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目的地拼图 我拼好了 这是哪里呀 这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 我们赶快出发吧 哇 一望无际的大海 太美了 这里就是开普敦飞城著名的甲角 好旺角了 甲角 就是拖入海中的艰辛陆地 开普敦是南非的立法首都 也是南非的第二大城市 开普敦背山靠海 拥有迷人的自然风光 以及五颜六色的城市建筑 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被誉为徒步旅行者的天堂呢 徒步旅行者的天堂 那这里肯定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吧 是啊 咱们站在好旺角往回看 就能看到晚居南非第一地标宝座的桌山了 桌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山峰之一 已经在这里屹立了几亿年 这座山的山顶像桌面一样平坦 被人们称为上帝的餐桌 这也是桌山名字的由来 哇 在远处看 真的像一张巨大的桌子呢 桌山的魅力 我们走近了看 会更精彩哦 桌山可以说是全世界徒步爱好者都向往的地方 山间有无数条纵横交错的小路 沿途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海湾 奇形怪状的岩石和丰富多样的植物 到了山顶 一边是城市风光 一边是无尽的大海 景色尽收眼底 更加壮观 从1929年开放以来 这里每年都吸引着大批的游客 这里的风景太漂亮了 好想把每条小路都走一遍呀 嘿嘿嘿 除了徒步 还有更加刺激的玩法呢 你可以乘坐桌山的空中所到 直达山顶 一览美景后 再沿着山崖上的登山绳 来一次速降探险 我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哦 诸葛哥龙 我好想试一下速降啊 肯定像飞一样 那得等你长大了以后才能试哦 走吧 我再带你去开普敦城里逛一逛 诶 这里的房子五颜六色的 好可爱呀 这里是开普敦市区最抢眼的 波卡普街区 街道上铺着可爱的鹅卵石 两旁有很多屋檐六色的小屋 这里的房屋都不高 有的房屋前还有别致的栏杆 走进波卡普街区 仿佛走进了画里一样呢 诸葛哥龙 我也好想把家里的房子刷成这样 一定会很好看 看看 你知道吗 这些看起来明亮鲜艳的房子背后 其实有很多悲伤的故事 很久以前 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人被作为奴隶 贩卖到开普敦 后来 这些奴隶重获自由 他们就被叫做开普马来人 但由于当时的种族隔离制度 他们只能住在波卡普街区 并且不能在房子上放置门台号 于是 开普马来人 便想到把房子刷成各种颜色 来进行区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后来呢 后来 种族隔离制度就被废除了 但这些漂亮的房子却保留了下来 形成了这个既美丽 又有历史意义的五彩结局 现在 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的开普马来人 已经成为了南非多元文化中的一部分 他们生活得很快乐 呀 时空机的红灯又亮了 我们得回去了 看看 今天的旅程机特别丰富呢 嗯 是的 开普敦真是一座特别有魅力的城市 这里有文明全球的好望角和桌山 桌山是徒步旅行者的乐园 在这里漫步 能欣赏到各种迷人的景色 还可以乘坐空中所到 玩登山神速将 我们还去了五颜六色的波卡普街区 了解了在这里发生的历史故事 今天收获了好多呀 好啦 下次我们要去伊斯坦布尔 那里可是一座横跨欧亚的风情之都呢 哇 那里一定也会很精彩 小朋友们 下次见哦